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入油啊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入的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 去1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easy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進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順便聽到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天地有正氣先喔 歡迎大家收聽天地有正氣 今天繼續有我們三位男士在這裡 是呀 Welkin 依然 依然 要忙於應酬 因為電影節快要開了 他 到電影節都可以做 拿獎 是啊 我看了 你看了 是啊 因為有機會從一個 比較間接的途徑才倒為快 不知道說什麼 他說一個 鬼故來的 鬼故 有少少少迷利 但主要就是叫人不要開後駕駛 因為裏面都有兩位我自己熟悉的演員 說得好像粒粒巨星 做什麼 其實就是一些我們劇社式的演員 是短片還是 短片 短片 劇持他 播給你們看 劇持他 看下星期他有沒有時間 希望他有時間可以上來 OK 這星期首先講講北美會上的新電影 有兩套風格截然不同 首先講一套老少咸儀的 叫做Dolphin Tell第二集 Dolphin Tell 你們有沒有看過第一集 沒有 有 應該看過 有很多關於海豚的電影 都搞不清哪裏打火鍋 Fee Willy Fee Willy不是海豚吧 不是殺人瓊 是殺人瓊 你真的當自己去Ocean Park嗎 你當自己去Sea World 大條一點 總之Dolphin Tell第二集 又是說 不知道在哪裏 運了一條小小的海豚 去那個公園裡面 然後就是講他們怎樣去相處 又不知道為什麼是有隻龜 還有有隻 那些 叫什麼鳥呢 那些 我都不知道 天堂鳥 你說到好像蜜兜 總之那個嘴是 有隻龜 有隻鳥 那些什麼露池 露池 那些 露池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跟著隻龜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喜歡看這些 跟動物有關的電影 就對了 輕輕鬆鬆 一家大小看 另外一套 就是經歷電影 不是鬼片 純粹是經歷的 叫做No Good Deeds 是黑人電影 黑人電影多數都是喜劇的 或者是一些 輕鬆的愛情小品劇 這次呢 就玩這個 懸疑經律了 就是講一個黑人的逃犯 他就在公路那裡 半路撞車 於是就進了一間屋 就是 在一間屋裡 跟那個 我想應該是女主角來的 還有他有個女兒 這些橋段很熟悉 是呀 不過 放在黑人電影裡 可能他們很新鮮 跟著就 就在這間屋裡 那個女人 想盡辦法 要麼趕走她 要麼自己出去求救 跟著又說那個 逃犯 又如何去挾持 這兩母女 那樣 就絕對不新的 其實這兩套戲 《Dolphin Tell 2》 和《No Good Deeds》 都不是什麼新的 那 看看哪一套適合你 反而 推介一下華語電影 是啊 如果兩套都不太適合的 華語片適合你的話 接下來 是不是說有 兩套都 兩套都同期上了 應該是 如果沒有搞錯的話 首先有 鄭秀文那一套 鄭秀文 張家輝主演的 卓韻之導演的 《失戀急約》 卓韻之 那些很難估計 好不好 他上一套 口飛票房的 驅仆席 但他之前有一套 爆衣 超娃娃 初戀臭臉 我的感覺是OK的 是他全權主導的嗎 初戀臭臭臉 那個人我也看過 最該萬死 最該萬死 你有沒有笑 有些 因為他的目標是 那些 港女 所以我們聽來 差點 差點 其實他也有很多 犯數 他是一個作者 又是一個表演者 我發覺一件事 他演戲不錯 我最近看了一套戲 也看到他擔當演出 其實卓韻之他之前把炮 因為他入商台的時候 我就聽前輩說 他拿了一個 不是黃金時間來的 是死固固的時間 但竟然被他把收聽率 鼓到好行 他是有他的方法的 所以 說他的才女絕對沒有錯 不過 在電影上 就很難說 因為他 不知道能不能發揮得好 儘管看這套失戀給養 寸星的陣容都很龐大的 除了主角張家輝 和鄭秀文之外 有很多 黃子華 胡幸宜 張學友 郭文輝 都應該是目不下級的 只看星都 如果你純粹享受看星 就肯定沒問題 但如果你會斟酌其他東西 就很難說了 所以 Well You can give it a try 好像不是一套 一貫鄭秀文做的那類喜劇 不是嗎 好像應該 看過少許片段 聽人說不是太好笑 他在片段裏面 就不是這麼多笑位 我看到 我看到鄭秀文就發脾氣 地罵人 看看鄭秀文和張家輝 會不會拆出一些火花 鄭秀文 一向多數拍劉德華 都不一定 劉青雲都拍過 我只是說多數 武天樂你也拍過 嗯 OK 他只不過是一個消防保證 不過他拍張家輝 是否比較新鮮 感覺上是 不知道 看看有沒有火花 另一套 不是港產 華語電影 華語電影 是謝霆楓和高原軟 叫做一生一世 是 這裏是說什麼的 當然是說愛情 那我知道 哈哈哈哈 不過我總是覺得 片種是不是文錯 高原軟的外型比較成熟 配上謝霆楓 謝霆楓也越來越成熟 不知道 高原軟也不是年紀大 他不是年紀大 但他的樣子比較成熟 是 OK 不過以內地女性來說 他的樣子比較 怎麼說 脫俗一點 我自己覺得 相信這套一定是國語的 另一套就是廣東話 語無意外是 對 看看你的選擇 有英文字幕你看的 上次好像有中文字幕 中英字幕 我看閨密有中文字幕 所以我希望今次一生一世都有 OK 好吧 那幾套現在在溫哥華 有些將會上 有些正在上的電影 介紹過了 這個星期 肥龍先說一下 我今個星期真的看了幾多電影 哈哈哈哈 那你說完我們就不用說了 不是吧 我先說一下 因為我只有一套 哦是呀 那你先說一下 那就是期待了很久 很有Noise的一套港產片 叫做 哪夜凌晨我 紅Van 是啊 哈哈 我忘了怎麼說了 什麼 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我想了 我忘了全名了 我想了 我想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 遊旺角開往 我坐上了旺角開往 開往大埔的紅Van 哈哈哈哈 總之名字很長 這根本是急口令 其實是網絡小說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 的話 這部電影原來是 有下集的 即是它上集是沒有結局的 即是現在這部電影是沒有結局的 即是它有很多的疑團 是沒有解答到的 即是當然啦 如果你覺得它這樣離開了大埔 就當是完 那就完 但是同樣的 網絡小說也是分兩集的 今集 電影今次只拍了第一集 也有很大程度上的改編 因為我看回 我就沒有看過網絡小說 但我看回導演訪問 你看它的票房 或者什麼會不會爆下集 什麼 即是會不會爆下集 看你多少成本 其實票房多少 我最新看的好像是五百多萬 是嗎? 但是高登巴打很支持的 那部電影 五百多萬不少 很像剛剛看的 很像今天才看的 你也看了嗎? 可以聊一下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怎樣? 我 即是怎樣說 我覺得它真的很網絡 很網絡的意思就是 好像我們上網 就是五花凌亂 是很多東西看 其實內容很豐富 因為它人物多 又有任達華 又有林雪 另外又有 剛才我們提到的卓韻芝 又有Janice Mann 黃又南 黃又南 徐天佑 另外還有一些 還有韋英雄 影后韋英雄 不止的 還有幾個是年輕的 新進的演員 都擔戲的 所以一輛車裡面 十四座位 你想想 那些十幾人 十幾個主角 每個人都有條線 這樣 所以你可以想像 劇情就不太集中了 唯一是說 它很迷你地上了 紅Van 不是 我就是說那部戲的 原素很多 它又有些懸疑 又有些鬼怪 還有些什麼 zombie 各樣原素都有 有愛情 什麼都有 落在陳果手上 再加上 對時代的 一些 他自己對這個時代 香港的一些心聲 落在導演 陳果手上 因為我看回導演 專訪 其實他的網絡小說 就沒有什麼 就不是說很有深度 純粹是一個商業的小說 所以你剛才說的 就全部是商業元素 整齊了 電影也有拍出來 但是落在陳果導演 就多了一些 對時代的 一些 他自己 對香港的情懷 各樣東西 加重了著墨 我覺得 基本上 我覺得這套 是一套 很 很新派的電影 新派的意思就是 譬如那些 鏡頭 就很 剪得很 很快 還有 它裏面的 題材 或者各個演員 都是 很 很 很 我們平時在旺角 隨街都看到 我覺得他們的表現 是很自然的 如果你有看開陳果導演的電影的話 其實這次他玩多了花神 你留了一個李燦森 李燦森 哇 李燦森 還有 最後 他之前那套小路牆 那個男主角 都出來客串 大過了 做Janus Mann的男朋友 潛度 哦 那就是 你覺不覺得 陳果這套電影的 導演的技法 玩多了花神呢 跟他以往的 香港製造 或者 榴槤飄飄 小路牆 那些 一貫是寫實的 平實的拍法 或者是剪輯方法 這次他在鏡頭 運用上面 或者剪接上面 都 多了很多花神 可能是因為網絡小說 裡面的內容 令到他一定要玩一些 這樣的效果 就是 很多設計的場合 我覺得 跟以往你看開陳果的 導演的電影有少少不同 首先 我曾經在大埔住 我最後移民之前 都在大埔住 住了幾年 就是 在太和那裡住 就是在太和那裡 所以 對周圍的環境 都很熟悉 很親切 所以我最強烈的印象 就是他把大埔拍得很多姿多彩 也有火車博物館 也有火車博物館 也有什麼 也有 還有我最佩服這部電影 就是 我很有興趣地看這部電影 有興趣的意思就是 因為整部電影 整條街都是沒有人的 整個城市都是沒有人的 我經常都想要怎樣拍 當然是在半夜拍 但他有些是日常的情形 日常是日景 很早天光 日景是怎樣拍 都拍到全部都沒有人 這件事我覺得很驚喜 所以我都很佩服他的製作班 可以做到一些 這麼空洞的效果出來 很早天光神光第一線 那些就沒有人了 而且他也可以有些電腦的合成 可以擦走一個人 擦走一個人 擦走一個人 很多人 他是做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他拍這部電影 會花更多的工夫 你想想一下 有撞傘場面 又有鴻雨 這些全部都是 匠心獨韻精心製作 跟他以往是很佈足很平實的鏡頭 導演的風格是明顯有少少轉變的 所以我就覺得 是不是真的網絡小說的內容 令到他作了一些新的嘗試呢 其實主要就是那些人物 因為他整部電影都一樣 十幾個人 各有不同的經歷 所以在內容中是多姿多彩的 目不下級 比較熟悉的演員 就是任達華和韋英雄 他們這次的演員都比較浮誇 用了一個浮誇的方法去演 而且我不明白 為什麼有部分演員是配音 包括韋英雄 韋英雄沒有配音 他的箱子一直是歪歪的音 你看什麼版本 有幾個很不自然的 他不自然是因為他用了一個浮誇的方法去演 其實我第一次看 我看韋英雄和任特華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演出有點趕客 因為不知道是否導演的要求 還是角色的需要 他們需要比較誇張去演 我覺得是很表面的 不是很看到演員的功力在裡面 其他演員就不太突出 但設計上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其實是說說故事 說了這麼久 大家可能沒看過網絡小說 都不知道故事說什麼 就是說某些的凌晨 某些的凌晨 這班人在命運的安排下 就上了一架由林雪代艦的熊Van 就從旺角出發去大埔 穿過了獅子山隧道之後 就發現整個大埔是沒有人的 於是大家就開始產生懷疑 就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周圍沒有人呢 打電話去999保安中心 也沒有人聽 即是一定會有人聽 的電話也沒有人聽 然後就發現了 即是有身邊的同伴 就類似變成像Zombie 據聞是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大鴉灣的輻射 不是大鴉灣是日本福島 是日本福島的輻射 影響香港嗎 是啊 不是大鴉灣嗎 不是 不是 不是大鴉灣 你聽不到那個日本人說救他們 日本人救他們 因為大鴉灣 那個故事吊詭的地方 就是後來 黃佑南發覺他們 其實是穿越了獅子山隧道 其實是穿越了一條市江隧道 其實我以為是科幻片 其實是有些科幻片 其實是有些科幻片 去了很多年之後 所以其實很多年之後 為什麼這個城市會沒有人呢 六年 黃佑南失蹤了六年 他們就發覺他們可以在大帽山 接收到訊號 跟以前的人溝通 於是他們就盼著一條命 洗車離開大埔上大帽山 你說下集應該是他們上大帽山 對了 但是中間就被李燦森 又回來 協辭了他們 協辭了他們 協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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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又說去回九龍 所以整個故事有些少少迷來 其實整部戲都是超現實的 超現實的 肩頭 韓著刀 所有事情都是迷來 對呀超現實 根本就很卡通化 對呀 有少少像 看外國的迷幻電影 感覺 是你未必會 享受的 如果你沒有心理準備的話 但是 都值得看的 因為有Noise 分成兩方面來看 如果純粹追求故事 或者劇情那些 就比較 單薄 但是如果你想看其中的場面 或者效果 他就做得很好 起碼 第一就是做到絕無冷場 因為你都不知道下一分鐘發生什麼事 而且你都不知道那些人 為什麼 他會有什麼遭遇 或者是怎樣 所以 基本上都是上身願目的 還有作為一套商業電影 商業電影來看 它是合格的 但以一套商業電影來看 它的起承轉接 觀眾就真的要花點腦筋去思考 因為他真的去得很盡 你帶到觀眾很遠 然後去到結局的時候 是還未完的 其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有很多事情都沒有交代 所以你說有下一集 他可以拍很多集都可以 其實這十幾個人是死了 還是 還是 是死靜了 還是 還是什麼原因呢 最迷來的那幾個大學生 為什麼突然變了那些 好像媽媽那些 整個人都被碎了 不只是大學生 卓韻芝的老公也是這樣 他只是兩隻手 但他還沒碎之前已經死了 那是否因為輻射影響 的後遺症 令到他這樣 又完全不知道 他有很多事情都沒有交代 所以 如果有第二集就要看 如果那個花蛋 為什麼要扮醜樣 又被人奸殺 很多事情他都沒有說 所以我說他真的 非常網絡化 通常我們看網絡 都只是看到一些片段 或者看到一些結果 都不知道那個過程 很多畫面是為營造而營造 如果你本身不熟網絡小說的話 又沒有耐性看下去的話 其實很快就會抽離 因為實在太多謎團 他也沒有打算去解答 不斷加一些謎團 上去 到最後 車離開了大埔 那就完了 硬硬又要說 以前 他是想把大埔 被譽為香港 我看回導演的專訪 或者一些演員 他說大埔是不是真的有毒呢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走呢 如意就是香港人 香港現在是不是真的這麼差呢 是不是真的要走呢 這樣 我想他如果看一些演員 和導演的專訪 他又帶出這件事 如果有機會大家再看這部電影的話 不妨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細尾一下 其實也是很看的 是不是是不是 我要加一件事 它是真的很現實的 因為我曾經真的搭過那條線的Van仔 還是搭了很久 我上兩年的時間 是每晚都搭那條線的Van仔 OK 我真的很證實 駕駛那條線的Van仔的人 真的好像臨雪那麼瘋狂 是呀 即是片車 所以 我看這部電影 真的很投入 因為我真的住在大埔 而且 所以我覺得 作者選擇這個題材去寫 即是他有那個 現實意思 而且 即是 真的很本地化 我想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做 其他人 沒有那麼深的感覺 那都是 低俗喜劇以外 另一類 港產本土電影的出路 我唯一救病這部電影 就是太多粗口了 是嗎 我唯一救病 是太多謎團 沒什麼誠意去解開 Anyway 肥龍正 我沒看 我其實想看 這部電影 我一直都想看 因為今年 國際電影節 即是溫哥華國際電影節 都會做這部電影 OK 都選了這部電影 好 那我真的有機會可以看到 非常之好 你講開 香港 其實有機會的 不就是我借碟 你說香港土產的電影 我終於都看了《香港仔》了 這樣反應的 其實《香港仔》的格局 跟這裡差不多 香港仔都加了很多 很多詭異的東西 很古怪的東西 香港仔這個 起承轉接好一點 結構緊緊一點 人物少一點 還有人物之間有關係 香港仔起碼帶到一個 最中心的思想 就是《一家團聚》的思想 雖然迷你 但他迷你 最後都是 合起來 你能夠解釋 即是適宜在中秋節看 你也可以的 哈哈哈哈 不過 比較迷就是楊千華的角色 他的遭遇就比較迷 雖然知道他是做夢 但那一段很迷 其實 但我享受《體育人千華》那段 對呀 我說不是不享受 整套戲 其實 開頭的十幾分鐘 可能有一點點覺得他比較散 就沒那麼快進入到狀態 因為你都不知道那些人的關係 是嗎? 不是呀 我覺得第一段已經把我帶進去了 你覺得很散嗎? 傻瓜 我上次也是跟肥龍這樣說 你頭頭看了二十幾分鐘 你都不知道他們在街上 他是去過 不是吧 他是去到拜山那一刻 對呀 但是你會知道是一家人來的 不知的 不知的 古天樂帶個女兒去醫生 你知道古天樂和劉頑奇是一家 你知道楊千華和曾志偉是一家 但是我會很有心機看下去 有心機看下去 很快就揭了鐘 不是就說 頭了十幾分鐘都有一些 還未進入狀態的感覺 其實你會看下去的 但是還在摸索 他們的關係怎樣 因為其實他一開始 很碎的 又說曾志偉在醫務所 跟護士搞 然後又 梁詠琦又搞 作為一套戲劇 有點懸疑 在裡面 是高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是救病 我不會覺得他散 我覺得 散得來 就是 每條線都引人入勝 我覺得 我最欣賞 其實反而就是 他做一個無形的香港仔 我真的挺欣賞 因為他真的做得幾次 OK 還有 那套瓊瑜 那套瓊瑜就一般 那套瓊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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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套戲的忠心思想 其實都OK的 你有心機看下去 其實都 言之有物的 那套戲 你進入了狀態 其實就 這套戲可以說 香港仔 我想可能沒有鴻瓊瓊瓊瓊 因為 就像你們這樣說 角色沒有那麼多 還有 還有 香港仔這套戲可以說 一開始有點 碎濕濕 慢慢慢慢 都有點迷你 不過你會發現 是漸入街景 我一邊看 我就一邊有這樣的感覺 還有 你會發現 他的拍攝技巧 我真的說 拍攝技巧很特別 他不斷地跳著拍攝 或者他可能是剪接的時候 他跳著說一下這句 又說一下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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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 跟著了 可能也會有一點點 這樣的感覺 你和我 要有一點精神看 其實兩套戲的共通點 都是本土化的 對 正確很本土化 我很懷疑 如果不是香港人 就真的 第一 沒有興趣 第二 就看見 很難看 很多事情 香港仔 我想可能還好一點 因為他還在說 有些人物的倫理關係 所以他們可能還好一點 但熊Man 真的完全本土化了 因為你要熟悉那些地方才OK 那香港仔 都本土化了 對 對 我都說香港仔是沒興趣 不過唯一不同的就是 香港仔始終還有一個倫理關係 在裡面 所以 不熟悉香港的人 還有些東西給他們去看 哦 對 就是看那個倫理關係 因為他也是 在說一家人怎樣去修復 他們本身之間的一些關係 對 所以都還OK 今個星期 我還看了 《風起了》 我上個星期終於都補完看完 我看完之後 我的反應就是 哦 完啦 這樣 很完整的 他都可以完 我不是說他不完整 只不過是 是應該要完的 有些 有些跟他以往 一直的 就是宮崎進的風格 好像幾不同 我覺得《風起了》 真的 有什麼不同呢 他沒有那麼多神怪的東西 雖然他有很多夢裡面的東西 還有他最後完了 雖然是圓滿的 但是 好像整套戲完了之後 都好像說完 等於沒有說 嗯 我看完的感覺是 整套戲完了 好像都沒有說過什麼 我也覺得他的故事 真的 我也沒有太多耐性 看下去 因為他真人真事 真的沒有什麼說的 是不是就著他真人真事 影響了他的發揮呢 你覺得 我不覺得 因為其實他要發揮 也有很多發揮 但是 他反而是 有些事情以為他著重的時候 他突然跳了又不著重 以為他很著重說飛機的時候 他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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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因為現在的階段 他都不需要靠什麼特別的畫 效果 或者什麼來到什麼 唯一我覺得 什麼來到什麼 我不懂回答你 我跳了也不理 唯一覺得他仍然能保持到 就是他還是 雖然是一個寫實的傳記式 半傳記式 但他硬是要加一些神怪夢 無緣無故的那個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就能跟他在夢中溝通 回應你那套風起料 我不是說過 風起料是說他設計零式戰機 主要是 我看了一套日本片 叫永遠的零 永遠的零就是說 其實 他說的也不是零式戰機 他是說他拿零式戰機的那些人 其實這套戲本身 本身也不是太突出 他也是很典型的日本電影 都是說一些溫情的東西 主要是說有一個年輕人 他爺爺是拿零式戰機的 誰知他找回 爺爺已經過世了 他想找回歷史 誰知他去訪問 當年和爺爺一起打仗 一起打仗的那些戰友 個個都說他爺爺是一個 貪心怕死的人 他覺得很不順 很不奮氣 所以周圍去找他的資料 終於找了之下 都發覺 原來他爺爺是一個 反對戰爭的人 所以整套戲的意思都在 基本上是一個反戰電影 其實他爺爺是反對日本發動那場戰爭 所以就被人去貪心怕死了 所以他用盡方法去保護自己 其實跟風起鳥的意識都有點像 都是反戰 他保護自己 不要在戰爭上做死去的 OK 其實我還有一部電影想說 都是港產片 有沒有看過Delete愛人 連阿Sam都說他爺爺 這部電影 我有 你想說什麼 我也沒有提 這部電影 我知道 但就是因為你們說過 點叉點叉 我有沒有說過 我沒有說過 我看過這部電影 我在Facebook看 我忘記了 就說到這部電影 點叉點叉 所以我沒有抱著任何 希望去看 但我也想看看 究竟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差到這樣 反而沒有期望下 我就覺得 有限度差 因為其實他 什麼叫做有限度差 我覺得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想像中 你有沒有聽阿Sam的節目 我不是說阿Sam要求低 而阿Sam根本對 港產片 或者對演員 他本身沒有什麼特定意見 但他都說那部電影很差 我應該這樣說 他一開始看 因為他中間 他開始變走那些人的時候 他用打燈的方式 感覺他好像在做夢 那我就在想 你不是說他後來醒來 就發現發夢下話 即是幸好 原來這部電影不是這樣 而且 其實我覺得他 有點野心 想去說一個人 當你有了一種能力 你就會變 他人 我覺得他 也有點野心 想去探討這些事情 只不過是 眼高手低 他的製作就不太行 還有 還有 最後那一刻 如何還原一些東西 我就覺得太兒戲了 然後 原來 用一個這麼簡單的方法 就 要世界一切 回復正常 完美 這樣 其實 我感覺到 他 編劇 他是 想帶出一些東西 只不過是 拍出來的效果一般 許冠文有沒有 編劇 沒有 我想 是不是因為 許冠文 那個 那個關係 因為 無可否認 許冠文 那些東西 已經是 屬於 屬於 上一個年代 現在看來 是 比較 我又不是覺得太多 許冠文的笑料 在裏面 他可能有少少 算了 許冠文 真的出頭一頭 還有尾一尾 我覺得被騙 我以為是看他兩個困的 我出頭一頭 之後 中間一大段沒有了 許冠文 最後硬出來 然後突然爆了個王敏德出來 即是不關他事 就是 撈頭 中間變成王敏德 死了沒有 總之 差又不是說差到一個地步 完全不見得人 只不過是 真的 眼高手低了些 這套電影 其實他可以 如果改一改中間的內容 改一改小橋段 其實都OK 試過玩車仔 聽眾都聽到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沒有你們 所說 或者所想的 那麼差落 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 還可以 因為 你們都知道 我早前看了N套爛片 反而這套 真的沒有那些那麼爛 譬如 什麼 溝女不離三兄弟 那套真的爛到 不能再爛 你找一套爛到 不能再爛 跟一套爛片相比 那 沒有話可說 真的 我真的不會覺得 刪除外人 是很爛的 那你有沒有第二套 另外那兩套 沒有第二套 我們沒有再說 這套 真的 這套 無論是飄防 口碑 都是很差 所以 無謂再花時間 另外兩套 其實都不一樣 因為我去旅行的時候 因為我下了Portland 去一個親戚婚禮 在酒店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所以就按了兩套戲 來看 輕輕的 在那邊說 有沒有看過一套叫做Dodge Ball 好像有 它是一套真人改編的故事 那它就加入了一些 懶惰搞笑的元素 Vince Vogue 做主角的 好像有 這套東西 那它就說 總之 Vince Vogue 是男主角 那它就怎樣 跟一個 大型健身院的 老闆 做了一個Deal 要在一個月之內 要籌到五萬元美金 才可以達成它 一些夢想 然後 他們想辦法 跟朋友在那裡聊了一大陣 要去買什麼 要去擺什麼檔案 擺洗車檔案 但想來想 他們也拆不成 如何一個月籌到五萬元呢 結果就是 咦 他們 打Dodge Ball 參加一個比賽 贏了就剛剛有五萬元了 接著 就一群柴娃娃去參賽 然後 又被他們遇到一些 一個高人 開始訓練他們 然後再加一點運氣 好舊 幾年前 指不指 幾年前 有沒有十年 沒有沒有沒有 是嗎 我看了很久 我這套其實買了 Blu-ray 不過 一直放在那裡沒有看 反而去到美國的時候 按出來看 我覺得 呃 他搞笑的部分 就比較隔硬了 但是 Touhei 其實是OK的 他說的 都挺正面的 最後 好像有個 twist 就是 健身院的老闆 組了一隊很厲害 然後 然後 後來他們都怕輸 所以就給了一萬元 那個領隊 就打算叫他 離開不打 他們不夠人 就打不成 結果 他就回來打 還要臨尾 很符碌地 我都叫他 就贏了 然後 原來他用了一萬元 就買了自己的隊 贏了 因為他們的賠率很低 然後 結果 就 反而 就 有很多錢 他們 還要整個 健身院的集團 就買了 那 來一個twist 臨尾 我想都是 好人有好報的 好取賭博 可以 那 這套戲 我不知道他 因為本身都是一套 笑片 這樣看 OK 另外一套 跟動物有關 我看了 Dr. Doolittle 2 這套很舊 真的在2001年 真的很舊 但是 那時候 都已經拍到動物的表情錯了 所以你說Dolphin Tail 2 那些動物表情 其實不難 用電腦撿一撿就OK 不夠的話 就用電腦撿 撿到海豚都笑了 對 Dolphin Tail 2 2001年 十幾年前 他都可以做到 動物會說話 Dolphin Tail 2 是說 他可以跟動物溝通的 但他現在 這套 Dolphin的影片是 走寫實的 Dolphin走寫實 Dolphin Tail 2 是 誇張一點的 當然啦 那個故事就說 由於醫生可以跟動物溝通 又發現 有些人想開發了森林 去剷走樹木 那些動物就 叫救命 跟Dolphin Tail 2 叫救命 叫Dolphin Tail 2 回去做些事 然後搞了一場 大龍鳳 笑片一套 OK的 娛樂性都OK的 是啊 那我這星期 所以看了特別多戲 就是 尤其是在美國的緣故 笑 好啦 史葛 永遠都零狀 另一套 我還有一套戲要說說 是啊 其實這套戲 都沒有什麼特別好說的 不過 都 都叫做近期 比較吸引的戲 就是delete外人 笑 不是 就是白髮魔女轉 就是 新的白髮魔女轉 就是張之亮導演 黃曉明 主角就是范冰冰 和黃曉明 白髮魔女轉已經拍過很多次 包括電視劇 電影 大家最深印象的 那個版本當然是 林精霞 還有哥哥那套 就是於人泰導演 這套新的白髮魔女轉 這套戲院有什麼特別呢 可以說是沒有特別的 特別就是3D 特別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對 只是3D 但是 3D 在戲院看才會有效果 撇開那個效果來講 他本身 張之亮是一個 我比較欣賞的導演 張之亮不是拍這類戲的 是啊 他在訪問也說了 拍這類戲 純粹是賺錢的 純粹是賺錢的 你找范冰冰和黃曉明做 都是為了票房 其實他之前那套 所以最後那套 古裝是叫墨公 我都還可以的 是啊 墨公 墨公是劉德華 還有他提材 都是給嚴肅 這套白髮魔女轉 基本上都是依照小說 或者其他版本 所以在故事上 沒有什麼新鮮感 這套是很顯然的 他很側重於寫范冰冰和黃曉明的愛情 所以整部電影 講他們兩個的愛情 大家瞄來瞄去 大家在那裡 那些鏡頭多過真正的武打 有沒有張國賢和林先生這麼激 你上次有擊過他們 沒有 一定是沒有 但是 范冰冰的造型都可以 因為 因為是白髮 對 反而我覺得黃曉明 就不是太配 做不到 做不到 搶一行那種 灑脫 那 以戲論戲來說 都是可以一看的 就不要期望太高 還有 最好是什麼呢 這套戲最拍得最令你 就是3D 但是看不到是3D 大小怪沒有看過3D 是演員 服裝 特技 劇情 應該不是 還是兩個演員的 chemistry 還是什麼令你覺得值得一看呢 是張之良那個導演 也有 那個手法 也看到一些導演的手法 比較寫情 就多過寫武俠 你可以當它是一套愛情片來看 OK OK 好了 這個星期的Part1 長一點 因為我們都看了 OK多戲 還有 紅Van的確很透徹的分析 搞到我很上題 現在 OK 好 紅Van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OK 肥龍看完再說 好吧 等你看完 OK 立刻肥龍嫂嫂 北美十大票房之後回來 Part2再見 北美十大票房 肥龍和大家說說 今個星期 北美十大票房的走勢 今星期排第十位 找來上玩七星期的 Lucy 超能殺機 上星期跌落十一位 今個星期上升一級 入十大 收到196萬票房 總成是1億2121萬 第九位 找來上玩五星期的 The 100 Foot Journey 上星期排第九 今個星期 遠風不動 收到315萬票房 總成績 暫時是4561萬 第八位 找來上玩三星期的 When the Games Dance Tour 上星期排第七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收到341萬票房 總成績2320萬 第七位 找來上玩四星期的 The Giver 上星期排第八 今個星期跟剛才那部電影 調位 上升一級 收到342萬票房 總成績3767萬 第六位 找來上玩兩星期的 恐怖電影 As Above 上星期排在 耿頸四位置 今個星期再下跌 兩級 收到385萬票房 總成績1571萬 第五位 找來上玩兩星期的 The November Man 上星期排第六 今個星期上升一級 收到431萬票房 總成績1798萬 耿頸四位置 找來上玩三星期的 If I Stay 上星期是貴軍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收到556萬票房 總成績3947萬 進入三格位置 今個星期排第三位 是上玩四星期的 Let's Be Cops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星期上升兩級 收到557萬票房 總成績6677萬 冠亞軍 也是兩套大片 究竟是忍者龜 還是那班銀河守護者 今個星期 亞軍的電影 找來上玩五個星期的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上星期同樣排在亞軍位置 沒有動過 今個星期收到651萬票房 總成績17465萬 冠軍方面 當然計載他們 上玩六個星期的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上星期 冠軍今個星期 全聯收到1036萬 總成績 已經是2億9477萬票房 影真厲害 今個星期的 北美十大票房 就數完了 稍後回來Part 2 再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 找不到 嘩 這套裝修好美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 都找不到 嘩 焗豬扒飯 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嘩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 更加找不到 嘩 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些什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阿神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時 還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新知 還有很多生活實用貼士 總之 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阿神 10號茶餐廳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我怎麼才知道 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 為什麼申請按揭 要找專業房屋按揭 顧問 跟銀河有什麼分別 申請房屋按揭 需要符合什麼條件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 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 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 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和你講新戲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清楚 天地有正氣 電影大百科 好 回到第二部份電影大百科 今天我們選擇一位 資深的女演員 她真的是一波三折了 因為原本我們訂了 兩三個禮拜前 已經說想說她的電影 誰知道 一個又一個 意外地 要插進來 需要說的人物 所以令到梅姨 退到今時今日 哪位梅姨呢 究竟是什麼梅姨呢 發音正確 要是梅姨 梅姨 不是梅姨 不是梅姨 梅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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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兩個都是很經典的演員 但是 不能相提並論 史葛為我們選擇 這位女演員 你對她一定很有情意 當然 我覺得 在《荷里活影壇》之中 她是 王儀女士脆譜 Meryl Streep 她是數一數二 她認了第一 認了第二 沒有人敢認第一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來就是她的資歷 她今年65歲 由1977年開始 做的第一部電影 第一部電影就是 Julia Julia 我想 你們都沒有看過 Julia Julia 是曾方達的代表作 當年 Mail Sweet 只是在裏面做配角 那 Mail Sweet 真正被人 被人 注意 或者欣賞 去到 《黑南馬對黑南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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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也是一個 經典的作品 就是 Dustin Hoffman 一齊 1979 這裏是Dustin Hoffman 所以 Dustin Hoffman 是男主角 Mail Sweet 在裏面 他有 納馬尼金釀獎 但是 是女配角 雖然 他是做他的老婆 是跟他在法庭爭 爭 爭 但是 真的是 氣憤的問題 是啊 那 令到 Mail Sweet 聲明大震 那一部電影 就是 是一部浪漫的愛情片 就是 法國中衛的女人 81年 81年 這部電影本身 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他是一個 法國中衛 就是他有老婆 又有個情人 這些電影 當年在香港 都是在碧麗宮上 是啊 但是 那部電影 拍得很優美 尤其是 用那些蒙鏡 又爆到 Mail Sweet 如若天仙 那樣 很難想像 是啊 所以 當年都還OK的 是啊 Mail Sweet 81年 當年 Mail Sweet 本身有一種古典味 有一種古典味 即是 他不是說 很嚴厲 很attractive 那種 是古典 但他又優怨 Sorry 古典味 但是他再加上 史哥說那些 矇矇矇的鏡 那就更加取巧了 Anyway 我不討論這件事 OK 我們討論演技 討論演技 好 導演 以前的電影 不是說以前的電影 沒有演技 我想以前的電影 是注重演員的外形 內容 或者那種 韻味 就更多 所以 以前的人看電影 其實以前的人看電影 很簡單 看過人 你不用做到七成相片 你走出來 哇 夠英俊 夠吸引 就可以了 OK 哈哈 哈哈 那麼 奠定Males Week 那個地位 當然是一套 叫做Sophia Choice 即是蘇菲的抉擇 這套我找也找不回來 這套就是他拿金像獎 即是影后 第一套 第一套 第一套稱后 是啊 這套戲本身是說 納粹集中營 集中營 它不是說納粹營 是說集中營 即是死靜的人 詳細內容 我不記得了 就是演一個在集中營 即是死後餘生的人 最後他好像要作一個很大的抉擇 即影響到很多人 基本上它是一套反納粹的電影 那題材本身 那題材本身 和書格單名單 即是歌慮 都是要作一個選擇 即是都是一些大的題材 所以 可以來說 真正可以發揮Males Week的演技 即是極力推薦我們看這套 是的 他拿的影后 在當時來說是實至名歸 要記住這個Sophia Choice Juman努力點找 我們就試試找 看看是否找得到 好啊 另一套Males Week 即是受人注目的電影 就是偶和Ephica 即是非洲之旅 非洲之旅 就是跟Robert Redford 做的 基本上都是一個愛情故事 是一個愛情故事 基本上 但是他在非洲發生 所以加添了一些原始的浪漫 另一套愛情片 Males Week 即是受人注目的就是 麥迪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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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迪遜之橋 那這套就跟 阿獨行俠 Killin Eastwood 做 Killin Eastwood 做一個攝影師 去到一個鄉下的地方 遇到Males Week Males Week 做一個 真正的主婦 家庭主婦 這套是小說改編的電影 當年都很 他是說中年之戀 即是黃昏戀情 當年的Males Week 幾歲 他做到現在還是在做黃昏 95年 95年應該是40歲左右 40歲 我覺得當時他已經五十多歲 他化妝化成這樣 那 基本上在前期 我說的是前期 前期Males Week 都是扮演一些 很傳統的 美麗的女性 溫柔 賢淑 內向 這類的 直到 直到什麼時候 2006年 哪一套呢 即是 不是 應該 應該來越來越前 是吧 不是 以來六年 即是 作風一轉 就去做喜劇 那套也很出名 就是川帕達的 這套 川帕達的我哥 The Devil Wears Prada 你有沒有看過 肥龍? 看過這套 不過印象不深 這個 無論是Males Week 或者是 另一位女主角 都做到 開了行 是的 兩個我也很喜歡 這套 2000年打後的西片 我看多一點 這套戲 真的好笑 你說什麼好笑 有好笑的 不過 你是不是很好笑呢 好笑嗎 很有時代氣息 你覺得好笑最好笑 基本上 潘達是一個很出名的牌子 所以 裡面的衣服也漂亮 人也漂亮 所以 很想心願目 輕鬆 很好笑 OK 這套也是 inspire了阿姐拍這個 我的野蠻奶奶 野蠻奶奶大戰哥斯拉 辦公室女王 應該是 不是哥斯拉嗎 野蠻奶奶大戰哥斯拉嗎 不是 那是後期的 是後期 辦公室女王 你講得對 嗯 那麼 一改那個戲路 那之後 那 那 除了做喜劇之外 好像做音樂 都可以 像Mamma Mia 像Mamma Mia 哈哈 是不是這些演員 一般都有唱歌的訓練 所以其實是可以的呢 我不知道 是不是他自己唱 是他唱 通常這些演員 都是拍的 都是自己唱的 未必的 喂 你連Russell Cole 都自己唱的 那時候 就是 他都自己唱 不是說差 不是很多自己唱 他唱得不好 都自己唱 有時候不是 得不得意 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 不如你舞台劇 你當然要自己唱 但是你電影 你不需要自己唱 不是吧 你很多電影 都不是自己唱 哪一套 哪些不是自己唱 從語片時代 到現在 很多都在幕後台唱 羅文當年 都是在幕後台唱的 不敢肯定 顧微的 都是在幕後台唱的 不是 他做電影 不同 就是做舞台劇 舞台劇 你要Live演出 才要自己唱 不是 Anyway 我們不要 不要心灸 他就是自己唱 但是 但是 基本上 Mamma Mia 就是一套很成功的 的 musical 甚至 到現在的 Broadway 仍然在做 這套 到2009年 就做了另一套 也是喜劇 來的 Julia & Julia & Julia 這套你看過 肥龍 你喜歡吃東西 這套看過 我都說 2000年打號 那些 但這些 其實發揮不多 基本上 這套是傳記片 是說一個食家 食家的故事 看過 但是印象不深 你叫我問 劇情有些什麼 我已經說不到了 就是我已經說不回 劇情 看就看過 這套 我也看過 但是 我 因為我本身 對食物 沒有什麼研究 所以 所以 我也不知道 他有什麼特別 但是 我也覺得 Mell Street 做得很生鬼 另一套 也是獲獎 就是 2011年 Irn Lady 她演大卓爾 這套我也有看 這套也有看 這套真的做得不錯 是的 她做到 泰卓爾夫人 那種神態 你會看到 她 是真的 用另一種形態去演繹 跟她自己 以往 你剛才說 以往 都是 其實 她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 可能化妝有些幫助 我覺得她是 下了一番苦工 去營造自己 這個感覺 所以 你問我 Mell Street 我會比較喜歡 這套 因為跟她以前 那些 真的有些出入 我又覺得 她真的下了一番苦工 去模仿 戴卓爾的神髓 我看過 又可以 真的做到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 很喜歡這套 其實這套 我覺得 成功的故事 因為 取材 她不是寫戴卓爾 即是風光 那時候 或者 戚冊 聖壇 那時候 她是寫她的老年 老年 患了老人之愛 即是那種情況 所以 Mell Street 她基本上 做到那種神態 所以她真的下了一番苦工 去研究這個角色 所以我自己 自己來講 我真的最喜歡這套 Mell Street 好了 Irn Lady之後的戲 我就很少看 最近還轉型 又轉型 最近 剛剛才說完 Irn Lady之後 其實都 其實她今年 都有提名 那套 那套 什麼 Osaka 什麼 August County 是啊 August County 什麼 四個 一個狀禮 是啊 四個 狀禮 一個 失禮 一個狀禮 四個失禮 四個失禮 一個狀禮 四個失禮 跟Julia Worbert那套 那套 其實她都 很有發揮 不過 已經 沒什麼驚喜了 因為大家 她的表現得好 已經是大家期待之中 期望之中 希望她是這麼好 所以 磨練了這麼久 所以 也不會特別 有激起 而且那個角色 對於她來說 不難演 難演 對於她難不難演 就沒有人可以下到判斷 但是難演 我覺得 OK 對她來說 難不難演 你覺得 你覺得她本身入型入格 所以你覺得不難演 還是有什麼原因 我覺得她有這樣的功力 所以不會說 真的很難演 如果她要觸摸 她就觸摸得到 那個角色 嗯 所以我剛才說的 你已經預期了 她能夠做到 那就沒有驚喜了 對 我的前設就預期了 她能夠做到 這類型的角色 對 如果花瓶做到這樣 那你會覺得有驚喜 嗯 就是這樣 但最近那套 就更加驚喜了 拍科幻片 是 The Giver 我還沒看的 所以我真的想像不到 史葛王到她以前那種古典美 就現在變成科幻片 是的 我想像不到 雖然她不是女主角 只不過是一個花瓶的角色 花瓶呢 她應該也不是出很多幕 她的角色 我想她的角色 不是出很多幕 都是那些年輕演員 是為主打的 那她連Signific也拍了 還有什麼不拍 還有什麼不可以拍 恐怖片她還沒拍 是不是 是不是 有沒有恐怖片 史葛是不是還沒拍過 不知道 應該有的 她發了幾十部電影 因為有些我不知道是什麼 希望她不要走 Morgan Freeman和 Rober De Niro那條路 嘩 這樣就很慘了 哈哈哈哈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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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 已經是 Morgan Freeman Morgan Freeman 不要走到這樣 田地 立刻 任何的古典美 都盡失了 不要開玩笑 史葛呢 你最喜歡哪一部電影 你剛才說了很多 這個 是蘇菲的抉擇 是不是 都是蘇菲的抉擇 是的 即是 以戲論戲 就是蘇菲的抉擇 即是你說到他 那年代 都仍然是 賣樣 賣明星味 賣 但是 亦都有演技 你覺得 那其實 那樣東西 哪樣吸引你多些 你覺得 呃 一個有演技的美女 其實 你很難這樣 來到二分 因為 因為 我想 以前 以前 觀眾 那個要求 是不同的 嗯 第一 其實 作為很多觀眾 第一 當然要看 視覺效果 OK 視覺效果 第二 就要看 故事 嗯 如果 你說 以 純粹的效果 來計 那 我 我又喜歡法國中韓的女人 或者 Out of Africa 這類 這類 真的 真的 好表現了她的 所謂 女性美 嗯 嗯 如果 你真的說 演技啊 或者是 怎樣的故事啊 那 就是 蘇菲的抉擇啊 或者黑南馬 對黑南馬 其實 主要你還是喜歡她 比較早期的電影 因為覺得 又漂亮又好戲嘛 哈哈 哈哈 當年 當年的賣點 就是這樣 嗯 又漂亮又好戲 嗯 OK 我 這件事是 我和肥龍想像不到 她又漂亮又好戲 即是好戲 我覺得她 這件事是其他 是很難做到的 譬如真方達這些 你可以說她是好演技 但是 你不可以說她是漂亮的 哈哈 Meryl Streep 嗯 年輕的 我想 因為看到一些照片 在網上 你說好美女 我又不覺得是好美 那時候的標準 和現在的不同 但我都會覺得她 OK的 即是 算是美女 我覺得她年輕的時候 會是 看一些照片 我想她那種漂亮 即不是青春活潑那種 即是 好像時候這樣說 那種不同韻味 那種漂亮 如果你要我給 譬如 香港有個演員 叫顧美華 嗯 即是那類 那類格 那類格 即是她是帶一些 幽怨 或者帶一些迷 迷妄 不是迷你 迷妄 哈哈哈哈 專門做人的情婦 哈哈哈哈 或者那些 那 梅姨好戲很多 哦 那導演 我經常覺得顧美華 目可目面 那她沒有機會 你覺得顧美華好戲 還是姚偉好戲 姚偉 我覺得差不多是樣子 差不多是樣子 差不多是樣子 哈哈 如果你說戲路 姚偉是窄很多 因為姚偉 封塵尼太重 OK 封塵尼太重 她只是 局限了 做金大班之類 顧美華 顧美華 你覺得她的戲路很闊嗎 顧美華 她闊的意思 她是可以做 除了壞女人之外 普通的家庭主婦 或者是那些貴婦 比較闊很多 我們說回梅姨 哈哈哈哈 我們一定要承認 Maleshue本身 是一個出色的演員 以及在她的經歷之中 我們也看到一個女演員 演藝的生命 轉變 或者是她所走的路 是怎樣 Truman 你其實 數一下數一下 你其實幾多她的戲都有看過 剛才試過數的 你很多都看過 對 近期那些比較多 近期就更加 早期那些 我真的沒什麼鬧 坦白說 OK 即是早期的 這類文藝片 我今次又未成熟 怎會進去看這些 加上我又不覺得她特別漂亮 我又不是 古典美又不是開杯茶 我也是 沒有看過她年輕的那些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連英文都聽不懂 那時候小時候 我還沒taste到那種情懷 你說墨迪遜 之橋那些 我都知道應該要看 或者等我年紀大一點再看 可能她又另一種味道 但是 你說近期的 她的演技是無用置疑的 即是我覺得 即是她做喜劇 你說發揮不多 她都合如其分 即是 所以我覺得 即是 即是她起碼帶到 都是一個信心的保證 如果她有份演出的電影 即是喜劇 她起碼帶到一個喜感出來 是的 而且你看到她的名字 已經是一個信心的保證 奈何就是最近那套Giver 都令我有些確保 但是 我沒有看過不評論這套電影的好壞 但是一般她演出的電影 無論是喜劇 或者是劇情片 即是你都會覺得 咦她有份做 應該不會太差的 這樣 是的 我覺得最難得的 就是 即是你這個演員 去轉風格是很難的 譬如我們很熟悉的周俊華 他都未必可以做到這麼多類型的戲 如果你說周俊華 我覺得周俊華做喜劇 就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你覺得周俊華做喜劇 你覺得周俊華做喜劇 不是這樣 不是他最耍家的 應該說 那有誰是耍家的 我覺得比梁朝偉和劉德華好 即是我說他轉型 你轉型 很難轉 周俊華 我說他做一個演員 喔 因為周俊華的戲路算闊 你作為一個導演 你覺得 即是 Mell Sweet 本身 你怎樣會去Casting 他做 做一個角色 做一個角色 其實是否去到 演員去到他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 其實是他選戲的 其實 即是他選戲來拍的 是嗎 即是 或者應該被邀請去拍的 他不會去Casting 讓你選擇 如果你做一個導演 你會基於什麼原因之下 會選擇 選什麼 會Cast Cast Cast 那 基於什麼原因 你會欣賞他那樣 演技 我都說不是他的寶丁尾 哈哈 那我會基於什麼原因 但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近來這套The Giver 你看回他的履歷表來說 都沒有哪一套Cy-Fi出現過 科幻片似乎都不是他做過的事情 主要是現在拍這類戲而已 為什麼沒有人拍文藝片 為什麼導演會找他 久不久都有一套 跑出的 我想怎樣都會有一些 文藝片都會找那些新派的偶像 不是吧 看看你的影片說什麼 你拍文藝片更加需要這一類的演員 可能是一些比較綠葉的角色 是嗎 不是啊 那就是 但是Giver這樣 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導演會找他 去做一個科幻片的角色 看他的履歷都不是做這個 但他又不是主角來的 但是人們覺得他 可能正如我所說 我看到他覺得 是否也是一個信心的保證 反過來 你是不是結果沒有看 你反而卻步 是啊 因為我接受不了他的造型 就是這樣 所以會不會有一點點反效果的情況出現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 是不是一個放膽一試呢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先問一下 其實你在你看過的 又記得劇情 你其實最欣賞的 Meryl Streep哪一套 Iron Lady 你也是欣賞他的Iron Lady 哦 OK 兩套風格很不同 兩套風格很不同 兩套都是代表作來的 兩套都是 都是一個 我覺得 對他來說 都是一個milestone來的 那又是 是啊 你說他演喜劇 那 他演喜劇 他很多時候 最突出的角色 也是做惡魔 嗯 就是他做這種 令人很害怕他那種感覺 因為 就是他跟他平時演繹開的喜劇 有一點點不同 嗯 就是 就是 有一點點特色的 我覺得這個角色都 就是有一種不露而威的那種 就是有一種惡魔的感覺 在裡面 嗯 就是Iron Lady 剛才我講過 就是他用另一個形態去演出 是 就跟他純粹是用回 就是 就這樣去揣摩 那個角色 是多了一些東西看的 給我覺得 是啊 因為他不只是模仿 他還要加一些 加多一些其他東西下去 所以我說他下了副功 就是這個 那 Well 因為 始終講到梅姨 舊的那一批戲 都是史葛的世界了 哈哈 當年 真的不好意思 我又未夠心智去看西片 英文又不行 好啊 我有忠谷你一句 與其你去看 與其看爛片 不如看一些舊的東西 這是一個好的忠谷 哈哈 的確 但是 我又覺得有時候不看爛片 又不覺得 好片會特別正 我知道 但你這期真的看了很多爛片 哈哈 那不是 我看的那五套 都是只有Delet 那個人爛少少 其他那些都還OK 是嗎 是啊 其他那些都還可以 是嗎 是的 在說之前 之前 之前那一陣子 不知道為什麼 神推鬼翁 按Youtube 按一下 按一下 我希望我們以後 通常這些都是神推鬼翁 的 我希望我們以後說的都是好戲 我都希望是 不過總會撞到一些爛戲 其實這個世界是爛片多過好片的 是 我講講一些資料 這些資料 是我在文進的專欄也講回來 看回來 他說現在大陸 現在只是講大陸 因為文進近年都是在大陸工作 以及現在我們看到的所有合拍片 或者是港產片 都是向大陸的市場來著眼 他說大陸其實每一年 就是註冊的戲 就有超過500套 超過500套 嗯 真正生產出來的戲 就是註冊未必生產的 生產出來的戲 都有500套 就是接近500套 差不多註冊了就有100套 問題就是 可以在戲院上的 就只有200多 一半左右 另外一半過 一半是沒有機會在戲院上的 因為基於很多因素 只要在戲院上 真正修得的 就是可以令人翻本 不是修得 就只有100套 即是說 其中大部分的戲 都是切本的 還要收得 那100套 可能有些都是爛片 不過是有大堆頭 才能收得 是的 主要就是大堆頭 因為現在大陸的人看戲 都是看明星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電影是一個很大的賭博 很大的賭博 你要花很多錢去買 但是贏面是比較小的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可以在戲院 看到 或者我們可以稱它為好片 是很難得的 所以更加珍惜 如果遇到好片 珍惜你的時間 不要再找那些難免 OK 好 那對於Meryl Streep 梅姨 梅里斯脆譜 還有沒有東西要補充呢 兩位 我沒有了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不是補充這些東西 下個星期再談 下個星期談紅Van 我看有沒有機會看到紅Van 下個星期有些驚喜給大家 是嗎 是 買個關子 好 一於是這麼說 亦都希望 找到Fulcan上來 就可以說說他拍那個短片 對 說說他獲獎的短片 真是天地有正氣 好 那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喂 來 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少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呃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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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